有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呢 为什么你还不做功课呢 这些也是我们在问人家 为什么 为什么你还不吃饭 为什么 当我们看到这几个关键词的时候 我们都应该发问号 问号 明白吗 问号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问号的符号 我们应该怎么写 跟郑老师一起读 问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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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问号的符号 我们应该怎么画呢 问号 问号的符号 好像一个小公子一样的 先把它弯弯的 画了 画了之后 竖下来 在下面画一个圆圈给它 这个就是 问号 先弯弯弯的 先弯弯的把它 画下来 然后 再画一个小圈圈给它 这个就是 问号 现在我们的 现在我们的格子 有1 2 3 4 4 4个小格子里面 问号我们应该要放在第几个格子 问号我们就可以放在第一和第二个格子里面 我们先弯弯的把问号 画出来 之后 竖下来 放坏的圆圈给它